今天我们要讲解一本有关沟通的书籍 关键对话 沟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但绝大多数人都不擅长沟通 但高质量有技巧的沟通 可以让工作更有效的开展 也可以减少生活中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因此擅长沟通的人很容易脱颖而出 那市面上沟通类的书籍很多 这次我们挑选的这本关键对话有所不同 它站在目标管理的高度 抽丝剥茧的讲述了有效沟通的逻辑 带你切实解决一系列沟通方面的问题 同时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观点 你的沟通之所以难见成效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没有搞清双方沟通的目的 那今天我们的讲解就从这个观点开始 先说一个故事 2006年一位美国女记者在伊拉克被恐怖分子绑架了 恐怖分子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段视频 女记者跪在地上身边的是两个持枪的蒙面人 恐怖分子开出一个条件就是 美国必须释放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女俘虏 否则就把这位女记者斩首 并且向全球播放斩首的过程 美国政府陷入了恐慌 要知道 如果这位女记者真的在全世界人面前被斩首 美国政府的信誉将会大大的降低 于是他们找来了精通关键对话的谈判专家 克里斯沃斯去和恐怖分子谈判 在沃斯接手之前大家都认为 恐怖分子的真正目的是释放女战俘 但沃斯接到任务后 仔细地分析了视频提出了一个想法 恐怖分子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动作 争取中东以及西方世界的普通人对他们的支持 好了 在这个阶段呢 沃斯已经准确地掌握到了对方的目的 于是他改进了自己的谈判方法 不再就是否释放战俘和恐怖分子去谈判 而是强化恐怖分子真实的目的 争取更多普通人的支持 沃斯以女记者父亲的口文写了一份声明 并让她的父亲宣读 整个声明呢只透露了一个信息 就是我的女儿并不是你们的敌人 她去伊拉克采访 是为了报道伊拉克人民的苦难 如果你们释放她 她会继续这样的报道 给予你们道德层面的支持 结果这几句话的效果特别好 女记者的处境马上有了改观 接下来呢 女记者又被拍摄了两段视频 不过不同的是 这两次她坐在椅子上 并且穿上了中东的服饰 当沃斯看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知道恐怖分子肯定是不会杀害女记者了 他们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那过了一个多月 女记者果然被释放了 美国政府的危机也得到了解决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误认为 关键对话只适用于生死攸关的场合 但其实关键对话同样 可以发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 别人拖欠你很久的钱 你有急用想要收回 而他们却因为各种原因说 自己暂时没有钱还给你 如果你没有掌握关键对话的技巧 继续去索要 往往会造成两种结果 要么要来了钱 但是双方的关系却搞得很僵 要么你们关系维护好了 但钱没着落了 更有甚者人才两空 不但钱没要回来还失去了朋友 那这时候就陷入了更困难的处境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这本关键对话就能帮我们解决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好 那什么是关键对话呢 书中给关键对话下了一个定义 重要的能直接影响你自身利益和精神状态的谈话 在这种定义下 同事之间的闲聊 聚餐时候的八卦都不能算作是关键对话 判断自己是否处于关键对话中 我们只需要把握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对话双方观点的差距性很大 甚至是对立的 比如你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能力 可以承担更高职位的工作 而你的老板却认为 你的能力暂时还不能匹配更高级别的职位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跟老板的观点差距就很大 第二个特征 对话存在很大的风险 在前面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强行找老板谈判 很容易两败俱伤 要么为了人情 老板不得不牺牲公司的利益留住你 要么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你愤然离职 那第三个特征 可能导致对话双方的情绪变得非常激烈 那我们换一个场景 一位全职妈妈 在家里忙碌了一天十分辛苦 丈夫也是工作了一天 疲惫的回到家里 发现饭还没做好 就开始抱怨说 哎呀我在外面工作这么辛苦 回到家连饭都吃不上 那妻子会说呢 难道我在家忙碌一天不辛苦吗 然后双方都不识弱 你一句我一句 导致气氛变得非常的激烈 好大家看啊 正因为关键对话的这三个特征 人们在关键对话中 通常会产生两种错误的反应 一个是逃避 逃避是人们面对问题和争议的第一反应 因为害怕拒绝 害怕风险 所以很多人 哪怕已经做出了很多业绩 都不敢主动向公司 要求提高自己的待遇 另一个呢是迂回 比如明明是想给老板提出一些 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批评建议 但一直在兜圈子 结果激怒了老板 明明是想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工作 却采用批评的方式 让他们产生了情绪的抵触 那产生这两种反应的原因 都是我们没有在关键对话前 明确自己的目的 那如何明确对话的目的呢 在我们的日常对话当中 目标经常会被别人的逻辑所干扰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你跟丈夫约好了 说每天饭后都要去散步 坚持没多久 丈夫就说 哎呀今天工作很忙很累 这种理由去拒绝 那这个时候 你的目标肯定是劝说他坚持下去 让饭后散步成为你们日常生活的习惯 而他势必以说很累 就这一次 有各种借口 转移你对目标的注意力 博得你的同情 以达到不去散步的目的 一旦你的注意力被转移 或者担心惹他生气 那么你这次关键对话 势必以失败而告终 那关键对话这本书里面说过一句话 真正的沟通高手知道 在关键对话中 唯一能直接控制的 只有他们自己 所以在对话过程当中 无论出现多少转移注意力的情况 一定要坚守自己原有的目标 好 那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再回到前面 关于收回欠款的问题 那来看一看我们如何 使用关键对话的方法 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第一步 明确真实目标 你可以给自己三个问题 自己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你希望对方实现什么目标 我希望和对方的关系 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三个问题 那自己的目标 肯定是你要对方 把欠的钱还回来 另外呢 你要帮对方认识到 他的目标 是做一个诚信的人 最后呢 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 你希望达成什么目标呢 很简单 希望两个人还能维持 朋友或者客户的关系 继续友好的往来合作 那明确完目标之后 你要进入第二步 拒绝非黑即白的选择 简而言之就是 在关系和金钱当中 你不需要二选一 而是要相信自己 你可以通过提升沟通的技巧 做到既不伤害自己和朋友 和客户的关系 又能收回你的债务 好 第三步 行动 在刚开始 你要陈述事实 来描绘你自己心里的感受 并向对方提出具体的要求 你可以说 哎呀 去年我借给你钱 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当时我其实就不太富裕 但是出于对你的信任 就把钱借给你了 现在呢 我这边有一个要紧事 急需用钱 能不能下周三之前还给我呀 当然对方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配合了 就找各种理由嘛 什么我也没办法呀 家里戒不开锅了 家里生病了 等等等等 那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 你对他的情况十分理解 自己今天并不是来找麻烦的 而是为了达到双赢 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合作 或者维持良好的关系 你可以这样说啊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下 大家都比较缺钱 我也非常能理解 那我今天并不是为了难为你 那我也遇到了很着急的情况 可能比你现在的处境更艰难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体谅和帮助 好 那其实具体的沟通形式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我们要掌握 关键对话的底层逻辑 真正的沟通高手 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 灵活地调动自己沟通的能力 但是只上得来终绝前啊 就真正的做事水平 只有在做事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 好 那今天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日常生活与别人讨论 或争论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遇到过 类似以上关键对话的情景呢 你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当中 分享你自己的经验 下一讲我们再见